歡迎回到八八研究室舊將看電影 大家好我是John 野人三亮子狂熱的預告片 昨天晚上突然間就這樣砰就出來了 那我們就 Thank you Spider-Man 現在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我們看到然後對這支預告片一開始的想法 我們還沒有真的完全去研究一些細節有的沒的 所以先給大家一個簡單的解析 然後之後我們會再出更完整的預告分析片 OK 那我們開始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會用輕鬆娛樂的方式 分析很多電影系加上彩蛋 尤其是漫威DC還有迪斯尼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歡迎訂閱我們喔 一開始我們看到了 蟻人很快樂的在街上走來走去 然後還給一個小孩子high five 那他的背包上面可以看到蟻人 就代表說他現在是一個知名的英雄人物了 已經不像以前就是大家都不認識他 我是Ant-Man Ant-Man 你還沒聽到我嗎 然後他回到了蟻人1 他被開除的Basket Robbins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店長很開心的在笑跟他握手 背後有他的照片上面寫著 世紀最佳員工 可是他不是才工作一下就被開除了 他為什麼會有世紀最佳員工 哇 你是火的 當然 我就是說 我真的不能保持你 等著 什麼 火的? 接著看到黃蜂女跟蟻人 兩個人走在紅毯上面 一開始我們以為這是什麼收音會之類的 但如果仔細看的話呢 上面寫著 Humanitarian Global Service Award 全球人道主義獎 就是人道救援 就是他們救濟了很多人的意思 難道大家真的承認就是他拯救了終局之戰嗎 應該不是吧 背後的音樂呢 這首歌是Elton John的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再見了黃磚路 我常常問問我很多問題 那我看這首歌的分析 其實他跟綠野仙蹤有關 就是綠野仙蹤不是一個小女孩在走那個路 然後想要找回家的路 然後去找大魔法師 然後就是要為了回家嘛 這個跟蟻人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光是看預告片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 欸 蟻人一家人 就像那個小女孩 他們跑到一個異世界去想要找回家的路 在那邊呢 有一個偉大的魔法師 Oz 在電影裡面感覺就像康 然後重點是 其實Oz他也蠻難過 因為他除了可以控制這個國度之外 他也沒辦法離開那裡 所以就代表說 欸 他們會用這首歌的意思 該不會是康 也是某種程度上被困在這個領域 所以最後才會看到他要請蟻人幫忙 但是到底是誰在威脅康 我們還不太確定 為什麼康會受到威脅呢 接著看到一位老先生在跟蟻人說 再見了蜘蛛人 謝謝蜘蛛人 這讓我想到蜘蛛人無家日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計畫就是要讓 一個看起來像史丹利的人 在咖啡廳裡面 跟皮特巴克說再見 因為《無家日》裡面我們沒有看到這一幕 該不會當時那一幕被拉到的蟻人來了 但不知道 他看起來還是不太像 人們還需要幫忙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做了這個 是像深空空間的船 Kwanna 再來我們看到這次有幻演員的 由Catherine Newton 飾演了Cassie Lane 那他的英雄名字叫做Stature 就是身材的意思 因為他可以變大變小 那另外一個名字叫做Stinger 就是盯人的意思 就跟蟻人還有黃蜂女一樣 就是昆蟲系列的感覺 然後還有變身 那在預告片裡面 他打開了一個機器 他是說像衛星一樣 可以讓量子領域的人知道他們在哪裡 等一等 你正在送一個訊息 到蟻人的世界 開啟了 現在 然後這個時候呢 老黃蜂女就整個很緊張 就說趕快把他關掉趕快把他關掉 因為他在害怕某個東西會找到他們 結果沒有想到就被找到了 他就被吸進了量子領域 那來到量子領域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好像外太鋼一樣 有超級多的石頭在那邊飛啊 物質 也不會說是石頭 那應該是物質 那在漫畫裡面呢 其實沒有一個叫做 量子領域的地方 但是有一個地方叫做 Microverse 超小宇宙的意思 那Microverse呢 也是跟蟻人有關 再來我們看到有一些拿著武器的人出現 那這些人呢 應該就是Anagronauts 他們是 康的軍隊 那他們都住在Granabolus 時間層 或者是永生層 就是這個城市 那他們的來源呢 就是征服者康 在不同的時間 還有不同的宇宙 所征服的人 信服他的人 聽他命令的人 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變成這邊的居民 還有他的軍隊 就很好笑 因為他們的裝啊 還有他們的武器 有點像Sakar 上面的人一樣 然後另外呢 又感覺很像 星戰 尤其是他們後來去那個酒吧的時候 感覺就是滿滿的那種 心戰的 即時感 好那說到Cornopolis呢 時間層 他是康的一個城市 他打造的一個城市 算是他的藥塞 或是他的據點 這個地方呢 當然是在Microverse 或是Quantum Realm 量子領域 一個很小很小很小的地方 但在漫畫裡面 他其實是在 所知的世界 跟一個叫做Limbo的中間點 Limbo是一個沒有時間的地方 然後他把城市 蓋在所知的世界 跟Limbo中間的時候 比較容易可以躲避 任何人發現他在哪裡 然後那個地方呢 很酷 因為他連結到所有 他征服過的時間點 你可以把他想像成 小叮噹大小那個書桌 他是通往時間隧道 時光隧道的地方 但是他不能去所有地方 他只能去他征服過的地方 所以他想要回去那裡 他就可以去 我們懷疑TBA就是在Limbo 因為那個地方是 不被時間所影響的 再來我們看到有 知名喜劇人員Bill Murray 來飾演一個未知的角色 如果真的要猜的話 看起來比較像這個地方的 市長之類的 或者是警官 但之前有傳聞 他會飾演的角色 應該叫做Quilar 這個角色呢 第一次出現在無敵浩克 156期 漫畫中 是當浩克來到微星宇宙 Microverse 那在這邊 Quilar就是一個軍閥的科學家 他發明了一個 可以將大家的恐懼 具現化的機器 但是他這一期就已經死掉了 蕭蕭就極業的角色 就這樣 那知道漫威一直以來 他們的慣性就是 如果請到超級大咖的明星的話 就是客串 好 那再來我們就看到了康 康出現了 就是超酷的 他的造型真的超酷的 他有兩道刀疤在他眼睛裡面 就跟漫畫一樣 漫畫就是兩條線這樣下來 可是在電影裡面 他就變成刀疤一樣 之前在D23的時候 他們那邊有看到一段 一人三的影片 跟我們這次看到的預告片不太一樣 他那個時候有人透露 他是說康看到蟻人的時候 他有說 我已經殺復仇者聯盟的人 殺到已經不確定你們是誰了 他應該就有介紹自己是蟻人 然後這個時候康就說 OK好我會幫你 我會讓你離開這裡 但你要幫我拿回一樣東西 可是那個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在說什麼 但這次預告片裡面 好像有一個暗示 就是他有把一個亮亮的球 放進一個機器裡面 那我們就在猜 該不會他想要一人拿回來 或搶回來的就是這顆球吧 那在漫畫裡面 以物品的樣貌形式出現 然後又對康來說 非常重要的東西呢 我們有兩個推測 第一個呢 應該就是一個叫做 永生之星的東西 Hard forever 那這個東西呢 是征服者康用來 讓整個Chronopolis 永生成發電有能量的東西 他像是一個中樞能源的概念 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因為最主要的 不只是給這個城市能量 而是讓這個城市可以存在在 各個時間點 就好像是只要有這個東西 Chronopolis就只有一個 他不會像多重宇宙 就每個地方都會一個Chronopolis 而是每個地方都是這裡 所以有點像 各個通道全部都會通往這個地方 或者是反過來 這個地方可以去各個宇宙 各個時間點 所以對康來說這非常重要 因為他要征服各個時間點的話 他就需要他的城市可以存在在各個地點 然後他就可以通往他要去的地方 然後去征服所有世界 有可能Hard of Forever就被TBA偷走 誰知道 這是第一個推測 第二個推測呢 就是一個叫做Cyclobe的東西 那Cyclobe中文翻譯的話 應該叫做星智球 很酷 因為他是Immortus 就是一個非常老的Kane 所拿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球呢 可以讓這個老Kane知道說 所有不同宇宙 不同時間點的征服者康 想要殺他的方式 所以他就可以避開所有的征服者康 然後活下去 因為在漫漫裡面有個故事很酷 因為有很多的宇宙康嘛 所以他們聚在一起 然後就決定說 我們來弄一個協會吧 然後就變成康協會 然後在康協會的時候 他們又有一個協議 就是要殺掉所有跟他們理念不合的康 就會造成有一些康 他其實是在逃命的 因為他知道說 其他宇宙的他可能會來殺他 所以他就要逃命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有Cyclobe 星智球的話 就非常有用 因為他就可以完美的逃命 各個攻擊各種方式 所以也有可能 他希望藝人去幫他拖這個東西 當然還有這有第三種可能 第三種可能 我是覺得比較難發生 也比較不太可能會發生 就是說不定康想要找回來的 不是一個東西 而是一個人 因為康有一位愛人 他叫做Ravonna Rensler 他在洛基零集裡面有出現 是TVA那個法官 有沒有可能 其實他要找的是這個人呢 好啦 那預告片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們推測這個故事 應該就是 Cassie Lynn他覺得一些事情 讓全家人一起被吸到了量子領域 然後在那邊碰到的康 康說如果 他們要全部人一起安全離開的話 蟻人就要把他偷一個東西 但是康道也是怕的是誰 預告片裡面看起來 他們好像是分開的 對這個我們要之後仔細分析 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那我們之後會再發一個 比較詳細的預告片分析 那到時候再見喔 拜拜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